台湾的機會可以通知媒體嗎 不然我們也不知道你們查出來的 會不會大聲話小聲說話 那你會公布所有的密錄器的畫面內容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覺得全部都是依法依規定來除 不是 我說你那個密錄器畫面內容 你會全部公布嗎 這部分我們已經給地檢來 已經移送給地檢在珍塔 我想知道學尾兩個申戒是什麼概念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概念 通常大概警察犯什麼事會寄兩個申戒 這樣的處分是輕還是重 很輕 而且說實在話 民團派出所釣妻毒的話又釣得大層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今天到底是在處分這個員警 還是在幫他升官 對啊 你寄兩個申戒 說實在這兩個申戒對他來講的話 身間有任何疑問嗎 現在加薪什麼東西 烤和烤雞有什麼差別嗎 名將暗生啊 調兩隻申戒根本就是在寄好賞 寄給看的對不對 而且他今天移送他 刑事違法 這個員警應該要寄過停職了 對 但刑事違法的部分呢 他只有我剛剛講移送他三個罪 其實最重的罪呢 事實上應該是淋蔑人犯罪 什麼叫淋蔑人犯呢 就是依照刑法的規定 如果在解送人犯的 或是嫌疑犯的公務人員 在這個當中呢 去對嫌犯去施暴的時候 這時候構成刑法 淋蔑人犯罪 要一年以上 聽起來不是警察自己動手施暴 是警察把他上了手銬 就讓別人施暴 但是他的前後過程 可以很明顯看到 警察先叫他們躲起來 警察用他的公權力 叫人家開門 開了門之後 再叫 上了手銬 再叫其他人繼續打 這個沒有共犯結構嗎 你不能用淋蔑人犯罪去移送嗎 欸 副作人 你不是剛剛有很多話要講嗎 這沒有共犯結構的問題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們原警 他是依照他的犯罪 就從現金犯來逮捕 副作人你這樣話講得太滿了 副作人你講每一句話 每一句話之前 請你深思熟慮好不好 被這個少女給誤導了啦 被這個少女給誤導了 所以他會變成他的判斷 對啦 那你原警 本身沒有辦案經驗嗎 那你今天不懂的話 你要不要跟所長報告 請示所長 那所長不懂的話 要不要跟偵察隊長 跟什麼副分局長 跟你 要報告一下對不對 我們會再做深入的一個檢討 對啦 這個一定要檢討嘛 所以我就跟你說 你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是要檢討嘛 對不對 包括這個林心圓警啊 整個派出所裡面的那個風氣問題啊 對 對 這部分我們會做 再做深入檢討 跟 把事情 理得更清楚 來 林雅姐 阿伯之前認識這個女孩子嗎 完全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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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阿伯就是晚上不敢住在那裡 怕就怕死了 怕就怕死了 我阿姨白天陪他回去 可能種種菜那些 照顧一下整理一下花園 然後現在阿伯家還多裝了四支檢視器 然後就是白天回去晚上就回他阿伯原本住的地方 在新北市這樣 那 第三就是他本來是阿伯要養老休息的地方 他現在變得他都不太敢回去 因為這個官司勢必還會纏送一兩年 他隨時都真的很怕那些地方人是來報復啊 打破窗戶 有時候 因為我們家屬 大家都各自奔忙 有些 有些人住南部 有些人住中部 所以沒有辦法及時趕到 讓那些地方人是認為阿伯是一個孤單老人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就是想要 在案件還沒有釐清之前 我是勸告阿伯不要再住在那個地方了 好 那阿伯幾歲啊 阿伯接近六十吧 接近六十 好 所以這個案子凸顯的是 我們不知道背後是不是有更大的故事 對 但是我們萬萬想不到 在二千零一十八年 八月份的今天 我們的警察還這樣辦案啊 對 我實在看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我更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我們的副分局長 還用這種態度來看待 發生的所有的事情 然後我們的警察內部 沒有做確實的調查就可以 說那十萬 說沒有 不是 誤判 誤判 真正白人的孩子死不了 真正是 真是律師所說 這是白人的孩子死不了 這是白人的老大人死不了 沒有 我們同仁處理這個事情 是有很多瑕疵 瑕疵 沒有啦 我告訴你 這不是瑕疵啦 因此我跑七文這麼多年的經驗 這個林心嚴謹的封禁問題一定要查 是 是 我們會做深入的調查 我們自己會做檢討 那是違法的部分 我們說一切都依法來移送 依送來怎麼辦 你覺得你們該不該跟民眾道歉 是 是 很抱歉 我們同仁對這件事情處理一個 發生的重大一個瑕疵 瑕疵啊 你還認為他是瑕疵啊 違法的部分 這已經是犯罪了 違法來移送 違法來移送 都已經疑似 我們在還沒有確認他犯罪之前 當然 我們不能說他一定犯罪 但他已經是疑似犯罪 絕對不是用瑕疵的態度來看這件事 好 這是態度問題好不好 副分局長 好 所以我們違法來移送 違法來移送偵辦 他 道歉 真的很抱歉 好 我們謝謝 基隆三分局副分局長 真的匪夷所思啊 當然是匪夷所思啊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警察要依法 依法 什麼叫依法 像這個今天 看起來 真的是 整個都亂七八糟 可是說實在的話 我們警察裡面真的是 還是存在有這些害群芝麻 你知道嗎 2012年 那他到底是 一批害群芝麻 還是一群害群芝麻 對 這個就要等待他們自己釐清 可是說實在 你如果靠 以前很多警察 當然是 警察單位的案件 拍空 有什麼拍空 不是自己警察內部自清的 你要靠什麼督察室 什麼東西自己去辦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常常 警察 常常一些違法犯罪的事情 都是調查局去辦出來的 對不對 為什麼 調查局殺他們不手軟 對不對 結果命案 他就應該 報案就應該去辦 2012年 我跟你說 在中立也發生一個 警察風紀案件 你知道那個時候 有個詐騙集團 首腦叫做劉展翼的 你知道台灣 中國菲律賓 一直要抓他抓不到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人有一個缺點 很愛拔的 你知道嗎 他愛拔 可是我說實在話 我們那個道上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畫面上這個案子 對 撈家的話 賭運都是很差的 所以他十賭九輸 可是因為他財力衝 最好啊 對不對 他騙那些 他騙那些 他的興趣就是什麼 去賭場賭幾把 所以常常跑去賭場賭 可是他又十賭九輸 有一次 一個晚上輸了一千多萬 你知道賭場 那個老闆跟他說 你 現在不可以走 豬尾你把他家賃 父親 他說 沒理由我打個箭 對不對 他竟然跟他講說 你只要打七折現金付款 我馬上讓你走 你知道這個劉展翼 打一通電話 半個小時之內 七百多萬現金 半個小時之內 就送到現場來 父親 人家就走了 那不是過去 敵化街才有這種實力嗎 對啊 大家都看到 今天怎麼這麼厲害 對不對 所以當地就很多地方上的角頭 就是 動作肉 肉湯或湯湯 對不對 有一次他又跑去賭場賭博的時候 你知道嗎 這次就有人檢舉說 有一個好像通緝一半 他就報案 警方 你知道中立分局有三個小隊長 兩個姓胡的 帶隊就去了 去了之後 開始查的時候 欸 裡面竟然有一個 他 那個劉展翼打電話 給一個角頭大哥 說我現在警察把他查到 你趕快把他救走 那個大哥想說 欸 我這次來救你的話 是不是趁機可以撈一筆 他馬上真的來了 火速到現場之後 馬上就跟那個 帶隊的小隊長講說 欸 自己的朋友 而且他講好喔 跟你喬好喔 我只要三天之後 付你150萬 你今天不要抓他 讓他走 欸 這個台中非 追氣的一個大通緝犯 在你現場 你竟然問了那150萬 就把他放走 你看 真的這個人跑掉了 跑掉之後 裡面 這個員警也跟平常這些賭客 有一些來往 那賭客就想說 跟你實在對不對 我這些賭資 你不要查扣 你交給警察 你先把他抓著 對不對 不要被查扣到地間署 等過幾天 我們再去跟你拿回來 那個員警真的 那個賭資 都塞在 那個背心 那個防彈背心什麼 塞了一大堆 真的 後來可是時間到 過幾天說 那天那些賭資 你不就要行嗎 那警察說 當時有什麼賭資 對不對 這讓你們走 就已經很不錯了 這些賭客怎樣 自己違法在線 偏要摸而已 都不敢 可是他們就開始散布一些謠言 說現場賭場裡面 幾千萬都被警察A走了 那A走之後那怎麼辦 消息就越鬧越大 後來這些警察果然被抓到 被查出來之後 欸 這些警察啦 雖然沒有A幾千萬 可是當天 他重放那個 詐騙集團的手腦 而且把這些賭客的賭資 全部都A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看 警方也是違法 他在現場辦這些案子的時候 竟然趁這個機會 還能夠升官發財 你看多好 所以也是寄兩次申戒嗎 不是這個後來 是因為有司法審判 就是都有被判刑 所以我剛才一直強調 那個副分局長說 看起來這個 原警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大家剛才現場也有人提出質疑 是不是因為要先人跳或幹什麼 否則你有什麼 怎麼強迫他和解 而且是性騷擾案件 可是我真的想不通 為什麼一直逼人家和解 對 他的好處是什麼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逼人家和解 你也有些績效對不對 至少讓這個案子沒有 走到司法訴訟的程度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你和解金 大家你看多少 有的人會怕 想說 啊 性屬屬性點 要看 看多少錢 讓你 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去分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你和解金 大家你看多少 有的人會怕 想說 啊 性屬屬性點 你不要看 看多少錢給你 你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去分 所以就跟你講說 剛才我一直強調 跟那個副分局長講說 那個案子 喔 這個員警這麼積極 這麼辦 逼殺人案 逼槍棋案 還要認真 對還要認真 一天早三四天 你早去被害人家裡面 跑那麼多次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個喔 照我們的經驗法則 不一定是事實 可是你一定要去查 這個員警是不是涉及了一些風機問題 好 所以也不要怪老百姓說 警察是有牌流氓 以後我們不要怪民眾這樣講 因為警察自己 做這種事 那是我我也這樣說了 好緊接著財經風向球 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順風快遞 現在已經大到 可以向馬雲下站鐵 甚至於順風快遞 從原本的一家快遞公司 現在說我也要做電商 說到電商 現在是電商的戰果時代 可以說是群雄並起 但令人不勝吸血 是台灣的電商 從PC Home之後 為什麼一個一個陸續陣亡 你好 您的順風優選 這麼快 我昨天剛訂的 關鍵人員分秒必爭 每個環節都在與時間拔河 這是中國快遞巨頭順風 光去年全年 營收就高達約3220億台幣 擁有領先其他對手 這幕後的藏鏡人 是被譽為 中國最神秘的富豪王衛 大家認為我快 是因為其他很慢 所以才認為我快 但是我自己不認為 順風有多麼的快 言語中帶有一點豪方不羈 王衛當年靠著跟爸爸 借的十萬人民幣 成立順風速運開始扎根 慢慢的還跨入飛機航運 現在坐有40架飛機 甚至在去年借殼上市 讓市值一路衝高 王衛的身家暴漲 來到1500億人民幣 相當於6700多億台幣 僅次於馬雲 許家印等人 擠進富豪榜排名 就連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都曾說 王衛是他最佩服的人 我們跟順風合作得很好 他是一家很了不起的 中國品質也做得很好 服務也做得很好的一家快遞公司 不過這王衛可不輕易滿足 放話要挑戰馬雲 開始打起電商的族意 在重慶打造新零售店 不過隔行如隔山 這零售新手想要挑戰大金魚 未來可能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三零新聞 古高數量文 台北報導 據說順風快遞的老闆 是中國最神秘的富豪 對 擁有的飛機也最多 沒有錯 沒有錯 因為順風的老闆叫王衛 第一個他很年輕 第二個他從來不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說他現在還是一個快遞員 但是這個快遞員在中國 現在已經是排名第三的大富豪 是一個快遞員 但是這個快遞員 在中國現在已經是排名第三的大富豪 他的身價是1550億人民幣 也就是台幣6750億的一個身價 他現在順風有40架的日有的飛機 專門在把中國一天超過1億件的一個 那一些的快遞 他在做一個運送的一個動作 其實光是阿里巴巴 一天就有2000萬份的一個快遞 那裡面有500萬份 是由順風他來做一個運送 那你知道順風他在做快遞 已經做到中國第一名了 但是你知道在6月17號 這個測試也常常在台灣的街上看到 你知道順風他在做快遞 已經做到中國第一名了 但是你知道在6月17號 這個測試也常常在台灣的街上看到 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阿關你如果訂一個東西的話 你上他順風的APP 你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什麼時候離開倉庫 什麼時候上飛機 什麼時候到這個桃園機場 什麼時候換台灣的一個順風 什麼時候到你家 時間都可以抓得非常的穩 那麼他在今年6月17號 他在重慶的時候開了一家 全球精選店 也就是說開始要轉型了 他開始要從所謂的天上飛的 要做地上的一個線下的交易的 那這樣的話 你就是打到我阿里巴巴 你就是打到我京東了 對不對 現在等於是向阿里巴巴宣傳 對 怎麼是向我宣傳 阿里巴巴是他的客人 阿里巴巴是他的客人 他拿他送匯 他現在自己也要做平台 是啊 但是想自己客人的行李 對啊 所以說阿里巴巴企業就不舒服 不舒服 我這樣好 我跟你說 你要做我的行李對不對 你是為什麼你的東西 都放到那個 都放到那個騰訊園 你來放到我阿里巴巴宣 他不愛 不愛的時候 兩個就開始幾乎一次了 結果阿里巴巴 它有一個菜鳥網 菜鳥網的一個網站的出口 跟它順豐的一個網站出口 是雙方聯繫的 所以你菜鳥網吃什麼東西 你的一個淘寶網吃什麼東西 我可以透過我順豐的APP 可以看得到 結果那一天順豐就把它 菜鳥網的一個電腦的一個出口 把它關掉了 結果關掉 結果關掉以後 菜鳥網整個東西送出去 台灣的都找不到 都沒得看你的東西在哪裡走 阿里巴巴就抗議了 因為通常會回報 說你的貨物現在已經在哪裡了 大概多久會到你家 是 我們通常會看到那個回報 那他是不幫他回報了 沒有錯 沒有啊 他就把它關掉 關掉結果阿里巴巴 那個順豐說不是不是 是阿里巴巴先把它關掉 他先把我的那個網站的一個入口 給我關掉了 結果又把那個順豐 從他的選擇物流公司項目 把它剔除掉 所以這一次我想順豐跟阿里巴巴之間 可能真正這個糧子已經結上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從前年馬雲在那個 在講說舊經濟死亡 新經濟成立以後 現在所有我們看到京東 包括阿里巴巴 他們都是把線下的那個旗艦链 開得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再結合線上的採購 這樣的一個新經濟 新零售的一個趨勢 它成為未來的一個趨勢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除了阿里巴巴 還有京東方以外 又多出了一家第三家很大很大的一個網站公司 好 東方以外再來談第三家 又崛起了一家新的 但是我們剛好談到順豐 這個最低調最神秘的富豪 他擁有40架飛機 為什麼擁有這麼多飛機呢 因為他用飛機在送貨 所以為什麼可以那麼快就到 這是關鍵的因素 但是他說我從來不缺訂單 我只缺什麼呢 缺機師 所以據說還到我們台灣來挖腳 對 心血很高 你40台的一個飛機 一般貨機都是開晚上的 因為晚上才會便宜嘛 所以一般的那個開客運的機師 他不願意去開貨運的機師 所以順豐曾經透過美國的機師的一個訓練公司 來台灣爭彩 開出來的價錢是一個月15萬的新台幣 比一般來講多差不多3萬左右 你想想看40台的貨機 你不是40個飛機師喔 你可能要乘以3喔 120個飛機師喔 所以他在40台的自由的貨機以外 他在全世界包括中國有五千個據點 所以這飛在五千個據點 飛來飛去的過程裡面 大陸沒有那些機師啦 後來就來台灣挖腳 結果他也挖腳成功 因為那一天在面試的時候 有三百個人去報名 所以他挖腳成功了 好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喔 是 但是順豐他就是用飛機來運 他自己的飛機有他的LOC 這是他的飛機 然後他的飛機經常載的都是一些電子零件 或者是像手機 據說小米機就是靠他運送 包括蘋果 小米都直接指定一定要順豐 尤其小米我們昨天在講說 小米現在在印度已經是第一名嘛對不對 那既然第一名的話 他你所有的零組件重要關鍵 一定要從中國載到印度 全部由順豐來運送 蘋果也一樣 蘋果過去在中國大陸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運送 也都要求由順豐來承接 可見說他在運送這個時間的掌握 東西以及在他品質上 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水準